由羅拔臣去鎖 剛剛第七局也是由羅拔臣開了球 羅拔臣發球隊也挺好的 浩蘇 你說不介意把紅波打散? 還有紅波看見 甚至左方的紅波是否一個進攻機會 也就是左方比較低的那個 看來是 嗯 最不好是有紅波頂上去 不過白波的位置在意識上是極之安全的 有紅波的位置在意識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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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又是要再做一些修正 撞完出來之後只剩下一些半機會 黑波頂上去 黑波頂上去 這一拼夠的話 就馬上把黑波的問題解決了 這些就非常巧合 如果來到這個位置 可以夠打 還把黑波的問題解決 是最理想的情況 他最聰明的做法 就是把白波扯回到桌上方 因為剛才你如果要去調校黑波 那個控制來得比較複雜 現時就要想辦法 怎樣去打紅波 而去打黑波 把黑波擺完又怎樣 因為 這裏行不行 夠不夠厚 我相信他會研究 右方組出來第二個紅波 爸爸和右方組出來第二個紅波 他這裏有看折瀉嗎 這裏再改變了 黑波附近的紅波 黑波的情況比剛才好 白波這個位置也不錯 剛才他這一拼的G-Shot 就是有一點點的運氣成分 講述運氣的部分 就要看他撞了黑波去哪裏 現在不錯 而且其實都不少運氣 你連白波都需要運氣 但是做得這麼好的時候 這裏藍波 卻了一個丁丁的多 所以一送到來入位 其實羅伯慎也挺危險的 現在反而就是他面對一個 都挺好的情況 是否藍波不理想 因為從我的角度 我判斷不了 藍波是很接近左中袋 但是他的位置 是否去到很窄 剛剛的碰撞 撞完之後 他不是在量度粉紅波 而是在量度粉紅波 左方的紅波 可不可以進攻左下角尾袋 因為如果可以的話 亦都是有一些途徑 將粉紅波救出來 看來藍波應該是不屬於理想位置 從這個角度看 還未至於很差 看到羅伯慎也開始 一直研究 要研究其他顏色波 打不入就很差 想不到會脫一個 easy shot 這次的組織會複雜了很多 看來最好的組織就是 我們再看到球手 研究粉紅波 左方這個 最接近粉紅波 可不可以進攻 最理想就是可以進攻 最理想就是可以進攻 最理想就是打入 然後就 一路白波圍著粉紅波 去取分 幾快就做到 3 你們球手 第一球把白波送到入位 但現時桌面上 就算入位 都要很好的拆解能力 要慢慢把紅波拆出來 4 有些紅波 就是入不了左中袋 被藍波干擾了 另外粉紅波 就放回自己點位 都不是桌下方 四個球打到 停 現在只有兩個袋 右中袋 和左下角尾袋 但這一點 正正就是要欣賞 奧蘇利雲的最佳時機 A位的球手 出名的拆局能力 是超級強 17 他甚至乎這裡 有可能製造到角度 他沒有做角度 因為剛剛有可能做到角度 再頂一頂左方那批紅波 你因為對落有些紅波機會 他覺得不需要做 無所謂 因為那部份 你還可以用其他途徑去解決 24 因為粉紅波 左方這批紅波 低那個應該是夠位進攻 25 少少多了 白波 第一 一再過去看 亦即是那批紅波 左方數出來 第二個 低那個夠不夠位進攻 必定夠了 其實剛才是有個鏡頭交代是各位成功的 有沒有亦跟他計分,說接近超分 勢力了一點 38 對,擔心他會把另一個紅球踢到不好的位置 看來會彈出來,有一個紅球射了一個力 原本控制的紅球的力量就足夠彈出來 現在可否把白球泡到底,射一個窄位 勾那個紅球出來行不行 六球他不打出來勾 他可能是肯定一點,射一個窄位 他拍到好角度,打入就完成 不過他爭取不到好角度 差一點,還未超到分 分數方面,相差到53,桌面還有59 他還是很想去搏 他還是很想去搏 因為打入這個紅球,他就超分了 但這個紅球事實上也不容易把他打入 這樣,是總是重心,告訴他 4,9,4 8,3,2,1… 還有4,2,2,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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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可以 groominterpret 這級當然是把多些紅球打出來 紅球爭奪戰 但是羅伯臣的保護任務都挺艱難 因為奧蘇利雲一打入一隻紅球 就可以超到分 加上有個藍球身處一個非常差的位置 所以現時領先四十多分的奧蘇利雲 在感覺方面會見安全 但是感覺安全的紅球也不要控制到這樣 送了一個代口給對方 這裏有角度碰撞 可以碰撞到右方高於黑紅球 注意力多了放在白球的樹 超了分量 大家分數相差五十二 桌面只剩下五十一 就是比較可惜了 多了個注意力去到白球 就剩下了一個粉紅 非常感謝 兒席 Safari 各位 我們在數字上就知道羅伯臣需要製造一個四分snooker的反勝 但是桌面現時其實就不單止是一個四分snooker 你看到很多球的位置太差 其實在這一段的防守 羅伯臣首先要改變部分球的位置 他在這裏勾一勾的粉紅球位置變好一點 因為對羅伯臣來說 他是需要來打兩紅兩黑才開始製造snooker 兩紅兩黑的話 我這裏會不會把藍球撞出來做防守 但是要有力撞過去 白球就左下方cushion 底cushion 塞在黑球上 看看可不可以又做到snooker 又把藍球撞出來 又塞到反紅球的也不錯 不過桌面上有三個紅球 你去製造到snooker 要去找到那些佛分花 是不容易的 可以考慮先調整粉紅球 可以考慮先調整粉紅球 給對方先調整粉紅球 給對方超一分 如果第一個紅球打粉紅 給對方超兩分 都是維持一個四分snooker 可以反勝 甚至乎再用多一個紅球打粉紅都還可以 然後再用多一個紅球打粉紅 就算了 我們來把藍球打開 我們來把藍球打开 再用多一個紅球打開 我們來把藍球打開 就算了 我們來把藍球打開 我們去年了 好玩 好玩 我們來玩 7 現在桌面上有做Snooker 是粉紅球擺放自己的點位 情況就沒有剛才那麼好 但桌面上有黑球 另外就是黃綠 也有一個非常好機會可以砲捨到Snooker 所以對於Robertson來說 他需要做Snooker的時候 現時桌面的情況都不太差 我現在千萬不要出現Floak 又考慮了把球放在底 嘩 用不用這麼驚險 把白球送到這裏 中下去可能出現了少少偏差 打得比較偏厚 有機會留下了 不肯打 因為桌面上方有一個特別大的位置 製造Snooker 因為奧蘇利雲擔心 一打不進 留下一個機會 對方便利用這個位置 接連給Snooker 一定會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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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